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 成峰20244攻下 陈浩宇团的团秀舞台 Nobody虽然没能赢过七威团的华夏 但不仅凭借师姐合作秀精卫翻盘 Nobody好看的话题还被刷上了热搜 这可是本季浪姐为数不多的正向热搜 单凭这一点 风头就压过了华夏 个人觉得 四攻下的四个舞台 整体比四攻上的四个舞台质量高一些 就连之前不太看好的热浪 表现得也还不错 浪姐舞四攻上的两个团秀 已经在浪姐舞四攻上 华夏花拳秀腿票虚高 新店感应808是跳不起的健美操里探讨过了 本文咱们来聊聊四攻下的两个团秀舞台 陈浩宇团Nobody 说句大家可能不太爱听的话 个人觉得Nobody的表现并没有多惊艳 也没有超出预期的惊喜感 但是这并不妨碍Nobody是浪姐舞四攻我最喜欢的一个团秀舞台 浪姐舞改编的这一版Nobody难度不高 以陈浩宇团成员的实力来讲完全可以轻松驾驭 之前看练习室里 姐姐们在练习翻帽子 以为这会是一个比较耍帅的killing part 但在正式舞台里可能为了保证成功率 动作比较慢 感觉差了点意思 当然会觉得差了点意思 主要还是因为我对这一组的要求比较高 实际上整个舞台的完成度是很不错的 演唱方面 这组的六个姐姐都很会唱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袁亚维 万尼达 孙夏琳的部分 袁亚维的嗓音条件是没得说的 这首歌对她来说没难度 也很匹配她的风格 只要不跟人较着劲地唱 即使标一点高音也不会显得突兀 万尼达的声音太特别 太好听了 尤其是高音 直冲天灵盖 听她唱歌完全不会想起 她居然是个rapper 完全就是个天生歌姬呀 孙夏琳的声音也很好听 怎么说 就挺女团的 另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郑妮可开场的那几句念白 还有陈浩宇和袁亚维的头两句 很抓人 总之这一组的唱功集体在线 对听众耳朵很好 舞蹈部分 虽然难度没有那么大 但盛在还算整齐 细看当然是有瑕疵的 但放在浪姐这样的节目里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每个姐姐的发挥也都还不错 没有人掉链子 个人觉得稍微弱一点的是 谢金燕姐姐 不知道是造型拖了后腿 还是太瘦了 或者是太累了 反正感觉有点活力不足 也差了点小性感 但瑕不掩瑜 最亮眼的当然还得是郑妮可 到底是女团出身 哪怕是同样的动作 她做出来 就是比别人对位一些 不过 要说她最大的功劳 还是在台下 她给每个姐姐 都设计了符合歌词 和个性的动作 万尼达是rapper 所以 她的动作更有力量感 谢金燕的动作 是很酷的甩西装 陈浩宇 则是要性感一些 孙夏琳的歌词里有酒杯 所以 给她设计了一个喝酒的动作 虽然这个动作在舞台上一闪而过 但确实很有设计感 交给袁亚维的 则是开场pose 以及如何插腰 才显得腿长 有个专业的女团姐姐在 就是很能抓到重点和细节 稍微指点一下 整个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看来 Nobody好看这个词条 确实不是随便想出来的 毕竟 这一组除了脸好看 对观众的眼睛很友好之外 确实跳得也很好看 配得上这个热搜 至于为什么 Nobody的得票 只有875 比华夏的897 少了20多票 大概是因为整个舞台比较清爽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吧 蔡文静团的热浪 一开始 我是不太看好的 一来 这是一首浪劫舞的原创歌曲 原创在这个舞台是什么待遇 大家都知道吧 基本上就是祭天用的 二来 这一组的姐姐实力偏弱 能唱得不太会跳 能跳得不太会唱 小考的时候 她们的表现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亡灵姐姐甚至连歌词都还没有记住 真的让人为她们捏把汗 没想到正是公演 热浪给人的观感居然还不错 这个舞台我最喜欢的是苗苗 但是首先 苗苗的装造要出来挨打 怎么脏兮兮的妆容是谁设计的 还有这个丑刘海和丑马尾 完全是在拉低苗苗的颜值 尽管如此 苗苗依然是热浪里最亮眼的姐 唱功进步这件事 本宫已经说卷了 这首歌分配给苗苗的歌词 都在她阴郁的舒适区 风格也适合她 是好听的 舞蹈动作最好看的也是苗苗 毕竟是专业的 读舞的动作太美了 就是舞台的打光有点虐 蔡文静虽然唱和跳都没有那么突出 但是她美呀 大波浪和红唇是她的统治区 就冲着颜值 只要不犯错 什么小瑕疵是不能忽略的呢 王林杰我对她真的没什么要求 我要是五十多岁还能跟她一样 在舞台上又唱又跳不出错 那就太厉害了 而且王林姐姐的一态是好看的 天生就风情万种 相比之下 反而是两个vocal姐姐的表现平淡无奇 乔伊斯姐姐的唱功很好 但在这首歌里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 舞蹈上能看出姐姐不太擅长 动作还是有点放不开 含血还是老问题 不管是唱腔还是动作 都有点太做作了 反而缺了点美感 不过这个舞台最打动我的地方是 氛围真的很不错 尤其是这个自拍角度的设计 会让人忽略掉这是一个竞技舞台 反而像是一群闺蜜在海边的热闹聚会 让人跟着心情也愉悦起来 最后看他们拿起喷雾枪 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感动 人也是蛮怪的 有时候很追求看到高品质的舞台 有时候又会单纯地被真诚打动 这个舞台最后得到了868票 团秀中名第三 算是合理 不过 只比心电感应808多3票 是认真的吗 在浪姐的舞台上 陈浩宇的逆袭 无疑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戏剧 这位曾经默默无闻的姐姐 突然间成为了团队的领头羊 让人不禁感叹 这剧情比肥皂剧还要狗血 一开始 陈浩宇团队的愿与愁 就让人眼前一亮 队长和袁亚维的合作 简直是天作之和 一曲唱罢 观众的心都碎了一地 而那个853的高分 更是让其他团队望尘莫及 然而 七威团队的华夏 也是不甘示弱 中国风的演绎 让人热血沸腾 但团队内部的实力差距 却让人不禁想起了那句老话 一山不容二虎 陈立军的高光时刻 让队长七威黯然失色 而张于熙的表现 简直就是灾难现场 合作秀风吹一下的装造 让人不禁联想到了 芭比娃娃 然而实际效果 却让人感到有些尴尬 让人难以释怀 蔡诗云和杨锦华 在舞台上的表现 虽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整体来看 舞台效果却并未达到 令人惊叹的高度 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他们的精彩演出 让人眼前一亮 但整体舞台呈现的效果 却缺乏足够的震撼力 使得观众难以完全投入其中 萨鼎鼎团队的人气虽然高 但实力却让人不敢恭位 柳妍的表现无疑是最亮眼的 但整个团队的表现 却让人感觉像是一盘散沙 蔡文静团队的实力最弱 排练中的意外退赛 更是让团队雪上加霜 但他们在舞台上的拼搏 却也让人看到了 他们的努力和坚持 陈浩宇团队的Nobody和精卫 无疑是这一季浪解的亮点 前者的改编让人耳目一新 后者的震撼和惊喜 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四公结束后 陈浩宇团队的逆袭成功 让人看到了实力的力量 而七威团队的落败 也让人看到了人气并非一切 七威的失败在于他故于依赖人气 而忽视了实力的重要性 他的团队虽然人气高 但实力却参差不齐 而陈浩宇的成功 则在于他和团队成员的 共同努力和坚持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到了实力与人气的较量 也看到了努力与坚持的力量 陈浩宇的逆袭 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对所有追梦人的鼓舞 在这个舞台上 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发热 只要我们脚踏实地 勇敢追梦 成峰2024成峰之夜 队长们的1v1票选大赛结果震撼揭晓 经过网友们的激烈投票 最终出炉的结果 可谓是毫无悬念 此次PK的盛况 毫无疑问地聚焦于总决赛的四位队长 他们各自率领的队伍 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较量 让我们先来一读 本次网友投票的结果吧 看着屏幕上醒目的数据 足以感受到这场PK的激烈与紧张 《弱梦》这首歌曲 陈立军以高票数遥遥领先 而紧随其后的陈浩宇同样表现不俗 然而 当涉及到第二首歌曲的票数统计时 陈立军更是以惊人的16.7万票数 稳坐头把交椅 这使得与陈浩宇进行PK的对手 落在了位列第五的七威头上 这场PK 无疑是成风之夜的一大看点 陈浩宇队伍中的实力派选手 可谓星光熠熠 不仅有尚文杰 袁亚维这样 在乐坛享有声誉的大Vocal助阵 还有万妮达和郑妮可这样的实力派歌手加盟 如此豪华的阵容 无疑让陈浩宇队伍在实力上无人能敌 相比之下 七威的队伍则在实力上稍显逊色 虽然拥有萨鼎鼎、何杰、孙夏琳等实力派歌手 但萨鼎鼎的声音特点较为独特 难以与其他选手融合 而七威本身在唱功方面也并非顶级水准 这使得他在团战中难以与对手抗衡 在PK秀方面 七威队伍同样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另一首歌曲《神魂颠倒》的票选结果同样引人关注 陈立军和刘欣已并列的票数 一举拿下该曲目的前两名 两位歌者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 使得他们之间的PK充满了看点 这首歌曲对于刘欣来说 似乎更适合她的风格 而陈立军则在第一首歌曲中 展现出了更为出色的表现 然而 PK的结果将取决于两位歌者 如何演绎这首曲目 这无疑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较量 令人期待不已 陈立军队伍的成员 虽不乏韩雪、柳妍等明星 但在整体实力上 并不如刘欣队伍强大 刘欣的队伍中拥有谢金燕 苗妙、朱丹等各具特色的选手 特别是法国小姐姐Jose的加入 为队伍增添了不少亮点 苗妙在舞蹈方面的出众能力 也有望在舞台上得到充分展示 而朱丹作为卡点进入决赛的选手 同样具备不小的潜力 这场PK大赛的结果 无疑将为成封2024成封之夜 增添更多的精彩和看点 陈立军与刘欣之间的PK 以及陈浩宇与七威之间的较量 都将成为观众们热议的焦点 究竟哪一组能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我们拭目以待